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透過愛爾達電視跟著我們一塊來欣賞 2015年ITTF男子世界杯的轉播 今天是台北時間10月18號 然後在下午的5點半在瑞典的哈姆斯塔德 即將要進行這樣比賽四場階段的賽程 那麼四場階段有兩場比賽 我們要陸續為您送上 包括了由目前的世界球王馬龍 要來出戰德國的奧恰洛夫 還有另外一位中國小將梵振東 要來出戰日本的水谷準 當然在男子世界杯 由於這是一年只會有20位選手 有這樣參賽的資格 所以來參加的絕對都是一等一的好手 當然打到最後的頂決賽 那肯定也都是要球技 包括近況都要調整得非常好才行 我們這場比賽是由我吳生甫 跟身邊為您邀請到的是政治大學的副教授 同時在過去連續13年入選中華隊 國手的主場主導師 還擔任球評 主導師好 你好 吳生甫甫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先帶您透過圖表來看一下 目前四場就剩下的四位選手 他們的晉級之路 馬龍在前天的八強戰是直落寺 擊敗了葡萄牙的佛雷塔斯 而在奧恰洛夫的部分 則是4比1 擊敗了日本的丹羽孝希 水谷準也是直落寺銀球 他打敗的是來自巴西的古斯塔佛 而在中國的凡政龍部分 4比1打敗了台灣的中紀元 現在在場上 四場戰第一場比賽的兩位選手要即將進場 首先看到的是在馬龍 目前世界排名第一 同時也是大會的第一種子 今年賽季馬龍已經先在蘇州的試頂賽 拿下男子單打的金牌 前一段時間他是受到背部傷勢困擾 所以整個訓練兩人比賽都不是打這麼多 如果看起來整個揮部的情況是相當理想 相當樂觀的 所以在前一天的比賽其實也是順利的連過兩關 取得四場戰的門票 至於在奧恰洛夫的部分 其實前一段時間也是受到一些傷勢的困擾 所以近況並不是特別理想 但在最近呢 包括了在歐錦賽都拿到了男子單打的金牌 甚至也在歐運會拿到了男單金牌 所以已經提前獲得了明年奧運的參賽資格 也感覺出來了 這個從傷恢復之後 奧恰洛夫也慢慢的再回到百分之百的狀態 對 當然對德國奧恰洛夫 當然這是在歐洲選手 最具代表性的選手 那以他這個打法球風 事實上呢 他對亞洲的這種所謂的台內的這些球的處理 也漸漸的進入狀況 加上他中演台的對攻 勢必會帶給馬龍一些威脅 那中國馬龍當然目前是中國的一號主力選手 那這場球賽來講 馬龍應該還是要發揮他這種拼 所謂的強勁的一個攻擊 尤其他正手側身這一板 非常的強勁 今年的男子世界盃呢 選擇在瑞典的哈姆斯塔德來進行 那這座城市呢 也是瑞典桌球傳奇佩爾森的家鄉 這也是瑞典第一次承辦這樣子世界盃的大賽 先來看到馬龍的部分 今年26歲 右手橫排的打法 在市井賽的部分 今年總算是拿到了個人的第一面金牌 所以也有機會要來挑戰這個 下一個拿下大滿貫的選手 可是在敖恰洛夫的部分呢 其實他跟馬龍是同年 都是1988年出生 目前世界盃第五年 也是歐洲球員排名最高的一位 在歐錦賽呢 繼2013年之後 今年又拿到了男子單打的金牌 同時他也是2012年 倫敦奧運會男子單打銅牌得主 明年呢 已經確定可以在里約看到他的表現了 對 這次 世界男子單打的比賽 那也可以說是各桌的最好的選手參賽 那當然總公司 剛剛先不談到 這個是二次個名的 限制的很嚴格 嚴格想起來是小型的 奧運會的比賽 那我想又剛好是明年 2016 巴西的奧運會 這個比賽呢 對中國選手當然很重要 他是不是能夠順利的呢 像馬龍 黃正東能不能搶下冠軍 那如果呢 很順利拿到冠軍的話 對中國的選手來講 個人之外呢 可能參賽奧運的機率就很高 沒錯 當然對歐洲的選手也可以嘗試 但是喔 因為這個球 這個個人賽 就好像可能是明年的奧運會 會不投的這些球員 我想奧恰洛夫呢 應該也會全力的在這場球賽 好好的做一個搶分的 當然 這個中國對手到底有多強勁 我相信奧恰洛夫也非常了解 因為 最近這兩個球技 其實他也都在 中國的拼超聯賽打球 所以能夠跟更多好的 中國的對手交到手 我相信對他的球技也 有不少幫助喔 這樣比賽 除了場上兩位選手之外 當然 兩邊的指導教練 過去也都曾經是 男子世界輩的冠軍得主 在馬龍部分 目前中國隊的總教練 劉國良 過去也曾經在1996年 在尼斯的男子世界輩 拿到冠軍 而在德國隊的部分 羅斯科夫 1998年 也曾經在男子世界輩 成為最後的贏家 所以不管是選手還是教練 都非常有話題性 這個對戰組合 當然 在過去兩位選手 多次的交手以來 馬龍還沒有輸給奧恰洛夫過 在整個世界排名 爭搶積分的比賽上面 這已經是雙方第12度的交手了 過去的11場比賽 都是由馬龍獲勝的 所以對奧恰洛夫來講 這一道中國的長城 可以說非常難以跨越 事實上 在兩位選手 都是屬於 橫拍雙面進攻的打法 那在比賽的過程中 當然中眼台的對抗 奧恰洛夫 應該是說 好一點點 但是在台內的短球 拳擊板來講 是中國馬龍 變化上 穩定性是比較好的 所以我想這場球賽 來回球越多 當然對奧恰洛夫 會稍微好一點 當然還是要看奧恰洛夫 如何處理短球的問題 那這個比賽呢我想雙方都會積極的 採用攻勢來壓住對方 那雙方的進攻呢 以奧恰洛夫來講 可能反手 這個可以屬於波 但是呢 側身這一板球 可能馬龍會搶的比較兇 所以要為了釣開馬龍的步伐 可能奧恰洛夫要找到好的機會 沒錯 兩位選手其實 正手進攻的 都是他們最重要的武器 不過當然以馬龍來講的話 整個球技是更加全面的 所以反拍這一面 其實也是奧恰洛夫要特別提防的地方 好的兩位好手 分別來自歐洲跟亞洲 在國際賽生涯第12度的碰頭 馬上就要正式開打 今天比賽的第一局 由奧恰洛夫先來發球 哇這個球很可惜 奧恰洛夫呢反手發力想要撤 但是遲疑了一點 所以步伐沒有跟上 當然失誤力就提高 一開始就把發球的弱點送得滿深的 想要營造這樣子對攻的機會 對 這個是台內的短球 我想這個對奧恰洛夫來講呢 勢必呢會要做一些的突破 包括你可能進攻之外呢 要怎麼回短 這些的變化呢 可能都是很細膩的一些技巧 四翔賽的一開始 馬龍先突破了奧恰洛夫的發球 現在取得二柄的領先 奧恰洛夫在八強戰對戰彈雨消息的時候 其實打得相當精彩 充分的壓制住我這位 變化也是非常多端的日本對手 不過面對到馬龍 當然這個球技實力又是更上層樓 對 事實上馬龍 尤其是中演台的 這種反拉能力 可以看出馬龍呢 事實上奧恰洛夫 調開他的正所謂 偏右的地方 他還能夠很快速的 把這個球拉向奧恰洛夫的反手 反拉的功力真的相當深厚 3比0的開局 短球對抗 這個球 奧恰洛夫處理的也是蠻短的 就是這個部分 一定要特別注意 尤其中國選手 事實上他的變化蠻多的 這個馬龍已經開始要進攻了 但是是出界 開賽還在熟悉手上的感覺 對 互相要了解對方今天的整個打法 反出台的球 奧恰洛夫算搶心拉起來 但質量不夠 遭到馬龍反拉 還是要提到 要特別注意馬龍的這個正手的搶攻 那你剛好送到他的偏右的地方 當然在這一定是反拉的 1比4的落後 奧恰洛夫 來了 招牌的下輪之發球 這個反手先起 不過 今天在開賽來講的話 雖然說有攻勢出現了 但是整個擊球的質量還沒有來得這麼好 所以角度打開 但是還在馬龍可以應付的範圍 所以第一局開啟 我想對奧恰洛夫來講 他一直要執行 他釣開馬龍的偏右正手 事實上馬龍每一個球 反拉的這種力道都非常強 所以我想這個對馬龍來講 好像已經注意到奧恰洛夫 一直要釣開他 又一次釣開 這個基本上是被動的 雖然你想要突破馬龍的步伐 但是馬龍已經等在那邊了 所以這個戰術應該要有所調整 要有所調整 今天開局的狀況 馬龍的正手相當伶俐 發球出網 比分已經來到6比1 馬龍的發球 這只是馬龍正手的搶分 已經得到第7分 你可以看出 你帶起來 雖然是有旋轉 但是你力量速度不夠 對這個正手非常強的馬龍 就是個機會 又是短球 好球 台內的一個加壓式的短球 利用自己的發球 營造出第三板搶攻的機會 這也是奧恰洛夫今天 開賽比較少見的這個狀況 總算是拿到第2分 繼續讓正手的下蹲發球 又是反手的發力 側身還是慢了一點點 所以我想奧恰洛夫呢 這場球賽呢 他當然要搶 但事實上也要 步伐要移動的快速一點 又掉開 又再掉開 但是 整個比賽過程好像馬龍 已經站在那邊等著 一個反拉 這次的角度要真的掉得夠開才有辦法 差距回到5分 8比3 馬龍還有第二次的發球機會 這個球是台內要擰球 難度有點高 因為奧恰洛夫整個在發力 最後這個球的弱點也比他想像的再短一些 3比9 再變一個發球的方式 所以奧恰洛夫也希望說在第一局 能夠把他自己有這幾種發球的套路都試過 對 奧恰洛夫的發球呢 跟以往不同的 大概有變化 正所呢 有兩種方式的發球 10 4 再追分回來 哇 這種 台內的一個 一個 帶有一點進攻的短球 這是 確實馬龍打得 非常有殺傷力 現在10比4 馬龍搶先逼出了第一局的局點 哇 漂亮的一個 反手前衝式的拉絕 直接突破了奧恰洛夫的防線 所以中國選手 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馬龍呢 在這場四強戰的第一局 是以11比4獲勝 目前1比0 暫時領先奧恰洛夫 歡迎回到艾爾達育二台 繼續來欣賞男子世界盃 四強戰的轉播 奧恰洛夫跟馬龍的交手 在第一局的比賽 打完過後呢 馬龍可以說相當輕鬆的先以 十比四搶了下來 今天看起來 世界球王目前為止 他們的鎮守狀態 包括他的發球 其實都還維持在滿好的水準 對 整場來講 都是馬龍 他用正手來壓制奧恰洛夫 掉開來 哇 不過奧恰洛夫沒有能夠再 咬住下一板 對 這已經是反手先對抗 再掉開 其實奧恰洛夫這個球 打的弱點就非常好 很可惜啦 最後一板 碰到網子出界 對 那奧恰洛夫呢 應該來講 反手對反手呢 事實上還可以頂得住 哇 馬龍自己以前主動變線 不過奧恰這次的反拉在中路 突破了馬龍的防守 對 這個只要來回球 尤其呢 退後對抗呢 當然奧恰洛夫呢 就是他的強項 哇 這一板拉得相當不容易喔 幾乎球已經是比球網還要低的情況下 還被奧恰洛夫拉了回來 一比 對 中眼才對啦 哇 可惜了 又是碰到球網之後沒進 當然 第二集的開啟呢 也明顯的看出 這德國的奧恰洛夫呢 反手呢先要壓得住 馬龍的一個來回球 再做一些變化 我想這樣打起來呢 大概 就看奧恰洛夫的 中眼台的能力 哎呀可惜又打到 球拍的邊了 在中路這個位置 馬龍搶到了第三分 馬龍在2012年呢 曾經 拿到過世界盃的冠軍 至於奧恰洛夫呢 在男子世界盃最好的成績是第三名 3比1的情況下 由馬龍來發球 這發球太高了 當然奧恰洛夫想要擺短 輕輕地一擺 結果對方是一個 等於是不賺的來球 當然你這個球偏高 要防太難了 這也是馬龍發球的威力所在 沒有那麼好擺 馬龍還是第一個發短球的 好短球 又是太高 哇 這跟奧恰洛夫的接發球部分 確實是出現了一些問題 那原則上 在單打的比賽呢 因為你接發球是被動的 那你要面對的不同的旋轉 還有短球的 左右的來球 那一般來講就是歐洲選手 比較吃虧的這部分 那如果是這樣的接發球 如果不順 大概比賽就會一面倒 當然慢慢的要調適過來 對 1比5 落後4分的情況下 現在奧恰洛夫要來發球 哇 想要偷一顆長球 結果發的弧線太深 直接出界了 再送給馬龍一分 所以前一輪的這個接發 並沒有打好 好像也影響到 俏洛夫整體的發揮了 發完之後馬上選擇後退 哇 漂亮的一個加壓式的反手 這馬龍好像很有信心 一般這種 可以看奧恰洛夫是發力在拉 他最後一個加速的一個反衝 這是非常有水準的打法 對 而且還能夠一直留在這麼靠近球台的位置 一板一板的帶給對手壓力 車開 這馬龍哥 最厲害的這個武器 實際上也已經在算準的奧恰洛夫可能的位置 這個完全是 步伐完全移開 8比1了 第二局沒有想到 在一開始前三分的時候 感覺上奧恰洛夫好像慢慢進入狀況 沒有想到中半段這樣被打一波 現在氣勢就變得有點弱掉 應該來講是 但是奧恰洛夫也不曉得要怎麼拿分 因為畢竟呢 兩個都是打這種旋轉為主的對抗 那以速度先 喔 殺高球 馬龍救回來 奧恰洛夫連續的進攻 要來考驗他的穩定度 真是不客氣了 直接送到正手的大角度 哇你可以看出奧恰洛夫把這種 最後的殺球殺到遮擋板的外面 要把這個球中扣 剛剛其實有個比較特別的這種 側擊的方式去擊球 所以為場上帶來了一些變化 但是這邊奧恰洛夫又是 丟掉了第二個發球 再來看一下 前面的整個攻勢 等於奧恰洛夫不曉得要怎麼反攻 因為其實上馬龍的球呢 球質很重 所以基本上你沒有什麼 這個還有機會 哎呀可惜喔 是一個幸運的插網球 所以馬龍拿到了他在第二局的第11分 所以這兩比賽打到目前為止 馬龍可以說是充分的掌握住場上的節奏 現在2比0領先奧恰洛夫 雙語播出 歡迎回到艾爾達預熱台 繼續來欣賞馬龍還有奧恰洛夫的交手 這樣比賽來到第三局喔 前面兩局的比分 我相信是出乎很多球迷的意料之外 4比11跟2比11喔 所以奧恰洛夫這兩局其實 掉的這個差距都有點大 到第三局的開局 奧恰洛夫一定要發揮他反手的對抗 事實上呢 以奧恰洛夫不見得要積極撤開 他反拍的這種所謂的壓制性呢 馬龍也沒那麼好上手 差網的幸運1分喔 所以馬龍又把分數追上來 哇這個球已經掉得不錯了 對 沒有想到又是一個差網球喔 對有時候運氣喔 運氣還是會影響 哇這個整個對抗 對中眼台對大號 第一個發球就先把奧恰洛夫給逼開了 馬龍也是直接從反手會開始啟動 拿到了第二分 所以馬龍就算是已經掌握了場上的節奏 還是不斷的在變喔 不要讓奧恰洛夫習慣他的打法 這個球也是可以看出奧恰洛夫的接發球 這個部分喔 事實上是被動的 那這個尤其單打比賽喔 你輪到你接發球 不曉得怎麼控制對方 我這個球賽就很難打了 今天主要都以白短為主 但是馬龍這個發球的旋轉 讓奧恰洛夫 已經是很難擺到好的位置 這時候呢 奧恰洛夫 很暫停喔 那也可以看出呢 應該是對自己已經 場上沒辦法控制 暫停呢 可能 教練那邊 大家做一些指點 當然對奧恰洛夫來講 這場球賽呢 基本上呢 也沒有很多主動的攻擊機會 那尤其自己的發球呢 那個馬龍控制的 讓你不能攻 那接發球段呢 奧恰洛夫呢 想擺 也擺得不好 那擺過去呢 有可能呢 對方就直接攻擊 所以整體來講喔 分數呢 基本上落後那麼多 主要的還是在自己發球 跟接發球 真的是今天打的 不是很順 這一局的開局 其實跟前一局有點像 在前面幾分 其實看得出來 奧恰洛夫想要趕快 把場上的氣勢給找回來 所以 打的是相當拼圖 都是要跟馬龍去搏殺 這樣的氣勢 不過馬龍很快的 就可以把他的節奏 又調整回來 壓制住了奧恰洛夫 這樣奧恰洛夫現在 第三局 在三分落後的情況下 是用掉了他的暫停 回到桌上 現在 奧恰還有一次發球的機會 用他的正手發球 也是奧恰洛夫 最近 對 應該來講 奧恰洛夫 只要是長球對抗 反手的話 當然力量 都不比馬龍差 所以他接發球 不見得要白短 當然 偶爾配一些白短 應該是擰開 反手對反手 大家打一個對攻的實力 就看奧恰洛夫如何接發球 好 先領開 對 這樣打的話 會讓歐洲的運動員 所謂的左右開攻 就是他的一種優勢 當然就是拚實力 這一板 你的弧線是相當低 有點出乎馬龍的意料之外 雙方現在剩下一分的差距 這個直接送 想要戳個長的 這個應該是也沒有很賺 看這個動作 就直接送過來 又是一個可以發力的位置 對馬龍來講 當然左右開攻 3比5 好 中眼台對啦 對 這樣的話 奧恰洛夫 打在球桌的側邊 不過 要看竹山怎麼認定 是 有形成擦邊球 或者是已經是出界了 這個看 應該從這個畫面 應該是 打在側邊 對 球那麼快 看裁判員怎麼判斷 判定 分數是判給奧恰洛夫 又追回一分的差距 這次馬龍的揭發 想要做一個輕輕的滑拍 一個假動作 一個倒的動作 一開始想要讓奧恰 往正守衛走 然後再廣到他的反手 不過沒有能夠送進 5比5 所以剛剛的暫停 感覺是發揮了效果 那這兩個揭發球 當然 應該是很重要的 對 能不能把分數 直接打對 漂亮 出界喔 可惜了 可惜了 奧恰洛夫知道的時候 反拍呢 這個力道 已經在發力了 打太偏了 想要角度更大一點 所以還是沒有能夠再揭發這個部分 去突破馬龍 6比5 第二次的揭發 看一下奧恰洛夫要怎麼變 對 擰開 對抗實力 好球 以奧恰洛夫來講 還是很有經驗 那在第三集的開啟打不順 現在整個戰 打法完全改變 那一般來講 我還是要提到 雖然短球呢 是必須要經過 但是呢 揭發球的部分 不見得一定要白短揭發球 你白短 馬龍這個短球的控制呢 大概是一流的 你要拿分是很難的 6比6 我對奧恰洛夫來講 總算是從 馬龍發球分 搶到分數 氣勢應該能夠搬回來一點 第三板的搶攻 台內的一個正所的進攻 這種搶內的 到步伐跟上 一個搶進的波攻 雖然說馬龍擺的落點還是很短 但是高起來了 也給了奧恰洛夫機會 在這局首度 取得領先的位置 有啦 這個有詞語 當然 對馬龍來講 他這種 讓你要出台不出台 你這是要台內球呢 還是出台球 這個判斷不清楚 就難打了 7比7 那關鍵的 這兩個 揭發球 當然對馬龍來講 勢必還是以短球為主 發短球為主 正手的短球 馬龍調整得很快 決發球 就看奧恰洛夫的心態 你越保守 你想要擺這種球 那今天呢 也是非常 應該來講 整個來講 你如果擺短了 你基本上是沒有拿分的 所以一個選手後段 你就要 應該要更放開的 應用你最好的 一個戰術 好 第二個 第二個揭發球 還是短球的 還是短球 好 從白短開始 哇 奧恰洛夫想要主動的變線 把球送到馬龍的反手位 但是這一次力道上面稍微弱了一點 雖然還能夠來抗衡幾個短球 但是呢 你可以看出 你被馬龍 他的技巧呢 應該是短球的技巧 是勝過奧恰洛夫的 這一次的發球 直接被馬龍給識破了 揭發的這一板 就發動攻勢 哇 這個不簡單 弱點發太長了 被馬龍給逮到 現在第三局的比賽 馬龍又是搶先逼出了局末點 又是找到機會了 馬龍 揭發這個段呢 也是發揮了比奧恰洛夫來的精彩 所以用正手攻擊 鎖定了第三局的第11分 11比7的比數 馬龍連下三局 在這場四強戰呢 已經搶下停牌的優勢了 歡迎回到轉播的現場 奧恰洛夫出戰馬龍 就是今年男子世界盃的四強戰 第三局呢 奧恰洛夫的這個分數 有在多拿幾分 不過最終在7比7之後呢 還是沒有能夠帶給馬龍更大的威脅 讓馬龍現在已經取得3比0 決定的優勢 球 第四局 第一球呢 可以看出奧恰洛夫呢 對應該是要打兇一點 當然能過呢 不移短球對抗 盡量不要 這樣打的話呢 奧恰洛夫 是有機會拿分的啦 第二個發球 馬龍已經發完球 就已經撤開等著擰擰吧 擰擰上來 我就整個正所的加速的拉球 也就是說馬龍用他發球的旋轉 其實也限制住了奧恰洛夫能夠領的路線 1比1 奧恰洛夫其實已經逼出了馬龍 在反手位的空檔啦 但是很可惜這把沒有能夠打進 對 這個台內的先一個攻打開 再快拉 很可惜齁 想要又拉一個直線 還是做一個下蹲 有點下蹲齁 用批的發球 再來這邊又是比較保守了 還想要再多擺幾個 結果也是在這樣子 在最後出手的時候有點遲疑啊 對 3比1 直接長球的對抗 對 這樣的話也可以看出奧恰洛夫的這種 快速來回的對抗呢 他的得分力是一直在提高 那當然選手場上就是如何的冷靜 那對戰術上很清楚 當然就是看選手的這個經驗跟臨場的一些判斷 當然這場球賽我想奧恰洛夫 對發力 這個球呢你可以看出 如果不把得分力那麼高 但是比賽總是會享受安全 尤其後段 所以奧恰洛夫應該要 在進攻上要增加的 奧恰洛夫也知道這個時候如果 再保守的話 是沒有辦法拿到分數的 對應該是很難拿分的 直接反手發力的去搏殺一顆 現在3比3 發球權回到奧恰洛夫的手上 對 也是再退後一點 行程的所謂的攻擊的動作 就是左右的開攻 哇先吊開 你可以看出奧恰洛夫的這種力道 事實上歐洲的運動員呢 他的特性就是中台之後的這種發力 那你亞洲的這些運動員 雖然中國選手也蠻厲害的 但是也沒有佔一些優勢 又是短球的控制 馬龍馬上就拿下一分 他也知道 我就是控制短球 先讓你做一個擊球步伐的移動 今天在揭發這一段 兩位選手的狀況 比起來是有比較明顯的落差 馬龍整個短球的控制是非常好 哇擺短 麻煩了麻煩了 又擺高了 又擺高了 所以讓馬龍有連續進攻的機會 我想這個是在 前三級的輸球最大的一個原因 當然奧恰洛夫還是有他的考量 應該是想說 我要怎麼橫移過來去擰球 沒有擰的話 奧恰洛夫的陣手 本來進攻能力會比較弱的 5比4 現在馬龍再度反差奧恰洛夫 還在馬龍計算的範圍之內 對 當然 這個世界排名第一的馬龍 你可以看出 你雖然掉很開 我步伐他就很快的移過來 這兩個發球分都沒有能夠守下來 現在馬龍 兩分你先奧恰洛夫 5 好 殺高球 5 哇馬龍這次化被動為主動 從原本的防守 最後來到靜台的位置 刺激反攻 這個球已經 精彩了1分 掉開了 馬龍還可以從桌子的 等於是旁邊把它拉回去 哇這一分拿下來 其實對奧恰洛夫的士氣還蠻傷的 因為已經是自己在掌握主動的機會了 沒有能夠拿到分數 對 這個球 也是打在球桌側邊 對 所以裁判還是判定馬龍得分 事實上 奧恰洛夫呢 從第三局打到現在 在整個來回球是有增加 但是你確實要突破馬龍的這種步伐 也是非常困難 接發球 現在要劈場 這時候我想奧恰洛夫 也知道說 正右偏右方的位置 也是他最 頭痛的一個位置 哇 已經打到不知道怎麼接發球 又是第三板 非常積極的側身進攻 這次奧恰洛夫 接發球的落點完全在馬龍的掌握之中 六個賽末點出現了 最後奧恰洛夫 正守回擊出現的結果 也讓馬龍再以11比4 搶下比賽的第四局 直落勢打敗了歐洲第一高手奧恰洛夫 馬龍搶先得到一張 今年男子事業盃決賽的參賽門票 當然在比賽結束的同時 你邀請莊老師跟我們分析一下 這一場球 馬龍之所以能夠直落勢獲勝的關鍵在哪裡 對這場球呢 確實馬龍發揮世界排名第一的這種水準 尤其他在正守的搶攻呢 基本上都是掌握得很好 球到哪邊他就用正守搶攻 拿下非常多的分數 再來就是發球方面 尤其發球搶攻呢 完全主導的攻勢 所以前面的進攻 所以壓制了奧恰洛夫的打法 那德國的奧恰洛夫這場球賽呢 很明顯的呢 接發球的部分 他的偏右的短球呢 他沒辦法做其他的攻勢 所以拼命的擺短 擺的又不好 所以呢整體來講 接發球是主要失敗的原因 那這場球賽輸的零比4 我想是有點落差 那我還是提到奧恰洛夫的短球的處理呢 事實上是占下風的 所以整體來講 就很難打了 所以馬龍最後4比0獲勝 恭喜馬龍進入到冠軍戰的行列 而在奧恰洛夫的部分呢 儘管輸球 但還有基軍戰可以打 當然比賽進到這邊也要請您 再稍微休息一下 進一段廣告 馬上回來欣賞下一場四場戰